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 人生会遇上四个人 人生就是为了找寻爱的过程 每个人的人生都要找到四个人 第一个是自己 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 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 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 首先会遇到你最爱的人 然后体会到爱的感觉 因为了解被爱的感觉 所以才能发现最爱你的人 当你经历过爱人与被爱 学会了爱 才会知道什么是你需要的 也才会找到最适合你 能够相处一辈子的人 悲哀的是 在现实生活中 这三个人通常都不是同一个人 你最爱的 往往没有选择你 最爱你的 往往不是你最爱的 而最长久的 偏偏不是你最爱的 也不是最爱你的 只是在最适合的时间出现的那个人 你 会是别人生命中的第几个人呢 当一个人不爱你要离开你 你要问自己还爱不爱他 如果你也不爱他了 千万别为了可怜的自尊而不肯离开 如果你还爱他 你应该会希望他过得幸福快乐 希望他跟爱的人在一起 要是阻止他得到真正的幸福 就表示你已经不爱他了 那你又有什么资格指责他变心呢 爱不是占有 你喜欢月亮 不可能把月亮拿下来放在脸盆里 但月亮的光仍可照进你的房间 你爱一个人 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拥有 让爱人成为生命里的永恒回忆 如果你真爱一个人 就要爱他原来的样子 爱他的好 也爱他的坏 爱他的优点 也爱他的缺点 绝不能因为爱他 就要他一定变成自己所希望的样子 真正爱一个人是无法说出原因的 你只知道无论何时何地 心情好坏 你都希望这个人陪着你 真正的感情是两人能在最艰苦中相守 也就是没有丝毫要求 毕竟感情必须付出 而不是只想获得 分开是一种必然的考验 如果你们感情不够稳固 只好认输 真爱是不会变成怨恨的 两人在谈情说爱的时候 最喜欢叫对方发誓 许下承诺 我们为什么要对方发誓 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对方 我们根本不相信情人 明知道海不会哭 石不会烂 地不会老 天不会荒 就算会 也活不到那时候 不可能实现的诺言最动人 你呢 找到了第几个 茫茫人海中 你遇见了谁 谁又遇见了你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你们的陪伴